胖虎的优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一天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两人每一组 分别以对方的优点为主题写一篇小作文 上学后胖虎闲时寻找小富 希望能跟他一组 但小富十分鸡贼 他立马拉上旁边的同伴 借此拒绝了胖虎 其他人也都不想跟胖虎组队 于是胖虎盯上了大雄 即使大雄想拒绝 错于胖虎的淫威他也只能答应 回去的路上大雄崩溃了 胖虎的优点是什么呢 难道是大家所向无敌 还是扫门大 大雄越想越崩溃 想出胖虎的优点太难了 但如果写不出来 肯定会被他暴揍 大雄又不想说谎 这下该如何是好 于是蓝胖子拿出了道具 幻想笔 只要使用这纸笔写的东西都会成真 正好此时妈妈上楼了 他想看一下大雄昨天的事件 蓝胖子立马把大雄考的零分试卷拿了过去 大雄怕的只哆嗦 眼看妈妈叫火山爆发了 大雄立马用逼写下了 就算看到了零分试卷 妈妈也不会生气 刚写完大雄妈就变得温柔十足 零分算什么 下次用功就行了 效果非常好 而且蓝胖子说 只要笔没有坏掉 这效果就会一直存在 说着蓝胖子来找大雄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胖虎找大雄当然是为了他优点的事情 大雄面露蓝色的说 还没想到 胖虎不开心了 他见大雄迟迟想不出来 便开始重用武力 让大雄当守门员 说着他就把球狠狠的踢将大雄 为了不让自己被揍 大雄立马说自己知道了 随后他拿出幻想笔 开始边说边写 胖虎是个自愿当守门员 让大雄不断练习射击的超级好朋友 幻音刚落 小夫就开始暴笑 这怎么可能呢 可胖虎的举动 触服了他的意料 他真的自愿挡起了守门员 即使大雄不小心把鞋子 提到了他的脸上 胖虎都没有生气 甚至还让大雄不要放在心上 小夫十分震惊的同时 自己也却踢了一球 可当他踢中胖虎之后 胖虎就爆发了 萧苏落荒而逃 可他怎么可能跑得过胖虎 所以最后小夫被抱揍了 大雄只偷偷跟着胖虎 眼看胖虎想要强行 借走别人的漫画时 大雄又开始写了 胖虎是那种 会马上把借的书还回去的 而且还会把自己的书 借给别人的超级好朋友 一写完胖虎就变得十分和善 迎言也变成了 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 我的东西也是你的东西 最后他把自己的漫画书 全部借给了别人 这还没完 胖虎看到了 在吃零食的同学 又起了小心思 于是大雄写道 胖虎是那种会请大家吃甜点的好朋友 刚写完 胖虎就迅速把自己家的煎饼 拿给了两位同学 甚至还给了大雄一块 被迫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胖虎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他看到大雄之后 胖虎立马反应了过来 肯定是大雄借用了懒胖子的道具 正当他想把大雄暴揍一顿的时候 大雄立马写道 胖虎是那种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会暴力相向的超级好朋友 写完之后 胖虎就停下了 他边走边说 暴力确实解决不了问题 好不容易逃过一劫的大雄 遇到了三个小混混 这几个人想要跟大雄借点钱 眼看大雄被团团包围的时候 胖虎的声音从天而降了 此时的他好像电视剧里的白马王子 我是他的好朋友 胖虎这样说道 本以为胖虎这么自信 第一第三应该问题不大 可谁知却是胖虎被三个小混混 单方面暴打 他死死的暴住头 就是不反抗 也不逃走 大雄很奇怪 为什么他不还手呢 意识到是自己用幻想笔鞋的之后 大雄终于忍不住了 他把笔扔了 加入了战斗 结果很显然 从一个人被打 变成了两个人被打 大雄明明不会打架 为什么还要加入呢 当然是不忍心 自己的朋友被欺负 而胖虎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以上的原因都是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两人是好朋友 大雄感动的快哭了 他把幻想笔折断了之后 跟胖虎说了声对不起 没有道具的限制后 胖虎立马变成了那副 呜狠狠的样子 最后大雄的作文写出来了 我的朋友胖虎 是个心肠很坏 还很粗鲁的人 但他其实会帮助弱者 很会打架 也很靠得住 所以他是我最喜欢的朋友 好了 还记得你们小学 最喜欢的朋友吗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